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我虽然没有进半决赛 但是大家都认识我了 然后也记住了我的段子 所以他们私下见到我的时候 都会特别热情地说 杨丽 你为啥没进半决赛呀 是因为不喜欢吗 我能看出你们有的人 连这个段子也忘了 也是录完节目 也会接受一些采访什么 但是我真的不适合那个工作 因为我发现我会很有那种冲动 说出一些特别不合适的答案 他们问完一些问题以后 我特别下意识地想说 关你啥事 但是我忍着 我跟你说艺人不能加 而且他们有的问题真的太难了 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比如说为什么这个行业 女突口秀演员这么少 我哪知道啊 问我干嘛 你哪不直接问我 这个世界贫富差 就为什么这么大呢 这太难了 我要为这个事负责吗 又不是我把其他女演员挤走的 你去问斯文呢 而且我没想到 他们今天连斯文都想挤走 而且就这几个女演员 你们还分不清呢 录完以后有多少人来问过我 说你在车间的生活过得怎么样 一个行业女生少 不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吗 很多行业女生都少 比如说在现在最现代化 国际化的行业 复仇者联盟里 最开始六个超级英雄 是不是也只有黑寡妇一个女的 而且这个组织还敢叫妇联 最令人生气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你知道黑寡妇的超能力是什么吗 我特意去网上查过 黑寡妇啊 她因为被苏联的军方 特别精密的基因技术 特别用心的基因改造过 所以她衰老的速度 比别人慢很多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超能力是要怎么拯救世界的 是把坏人活活熬死吗 没有了 他们还是做了一些别的努力的 他们除了延缓了她的衰老以外 他们还顺便给她做了绝育手术 我真的忍不住要怀疑了大哥 你改造她真的是为了让她战斗吗 你就是想留住她的身材吧 你要是为了战斗 你就把它改成灭霸那样呗 那战斗力多强啊 而且跟绿军人谈来还特别般配 如果结婚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女性的幻想 就永远是年轻漂亮身材好 为什么女英雄她就不能老呢 她怎么就不能是老人 她为什么不能六十岁 对吧你知道吗 就是宝经沧桑 历经风霜 头发滑白 两眼放光 一些高级的喜剧技巧 她身材虽然不像原来那么完美了 但是她就往那一站一人很有气势说 我看哪个孙子要毁灭地球 先问问奶奶我答不答应 你看啊 她叫别人孙子都不是为了骂人 只是单纯地出于年龄和背后的东西 多酷啊 但是就不能这样拍 这样拍观众就不乐意了 观众会说 我不想看这个 我想看的是黑寡妇不是真寡妇 就是不要这样啊 不要对我们这么苛刻 而且你仔细想想 黑寡妇就注定是真寡妇 因为她太能活了 没有一个男人能走在她后面 但是我虽然老抱怨 我作为一个女生 我有时候想要这些 我就很烦 但我其实知道 我其实处境没有那么惨 我有很多选择 只不过我没选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节目 我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我努力写 写不出来硬写 像这些男演员一样 但是 但是其实我也可以选择不写了 我就直接不写了 然后等有空的时候 去敲礼带的门说 嗯 我写不出来 几句太难了 收 对 你再也不开门 我就去敲成路的 成路也不开 我就去敲建国的 我一路敲到底 敲进总决赛 脱口秀敲门人 开玩笑的啊 不能这样 这样就不公平了 我们一定要凭实力站在这儿 凭实力战胜他们 如果实力不行 我们就靠运气 如果运气还不行 我们就靠寿命嘛 像黑寡妇一样 我们好好活着 对不对 而且你看这些男演员 身体也都不太好的样子 吓死吧 吓死吧 可以吓死 刚才有一天 就要轮到他们来问我 说为什么这个男演员这么傻 我就可以骄傲地说 都被我熬死了 好 谢谢 好 终于到我了 大家好 我是杨丽 对 我又来了 你知道 跟去年一样 我还是单身 其实我也单身太久了吧 我觉得自从做了这一行以后 对我的感情生活 就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就是 我真的是不懂 我为什么会单身这么久 我觉得很多男生 可能都有点误会我了 他们就觉得 我天天在台上讲段子 感觉很凶 好像很喜欢攻击男生 我是不是讨厌男生 没有 恰恰相反 我是因为喜欢你们 才攻击你们的 真的 我太喜欢你们了 我喜欢你们喜欢到 我都不忍心谈恋爱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众多的你们当中 选出一个 我会想说 像男人这么美好的东西 竟然还要选 你知道 男人不光美好 还特别神秘 就是宁愿也猜不透 他那小脑瓜里 到底在想一些什么 就是他明明 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 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就是 就是你在这个台上 看到很多 很奇形怪状的男演员 但是我跟你说 他们其中 没有任何一个想过 说我这个长相 要是上电视的话 是不是得稍微整整容啊 过来 过来把头低了下来 我从小就很困惑 你知道吗 每个班都有那种女生 他学习成绩很好 他每次都能考85分以上 但是他就是不开心 他就想 为什么我没有考100分 但是有些男同学 他就能考40分 但是他可开心了 你感觉他拥有全世界 他能拿着那张卷子 在班里来回穿梭 好像他说 你看我就考40分 你看 我是个傻子 还有男生 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他们特别爱说 说你能不能 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能不能理智一点 我每次都想说 大哥 所以你觉得 他当年之所以选择 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他比别人理智吗 而且谈恋爱 为什么要是理智的 谈恋爱要是理智了 跟单身有什么区别 他要是想理智 他要是想展示 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和文化知识水平 他为什么要谈恋爱 他去工作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浪费时间 跟你谈 他每天下班以后 都跟自己经理谈一谈 说不定还能谈成副经理 所以我就特别不认同 保持联系 保持距离这句话 我觉得真爱 就是没有距离 没法保持 就即便是交朋友 我们必须也得 全身心地付出 无条件地和彼此站在一起 你们知道 我这辈子说过的 最刻薄的话 是对谁吗 就是对我闺蜜的 男朋友的前女友 就是这个女人 我不认识她 但是我恨她 就是我跟我闺蜜们去聚会 然后我就看见 她在刷一个女生的朋友圈 我就看了一眼 我说这是谁 长得真好看 然后她说 这是我男朋友的前女友 我立马就改口说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说 我说长得这么好看 性格不可能好 性格决定命运 她命好不了 她叫什么名字 听说好像叫瑶瑶 我说叫瑶瑶的 能有什么好人呢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 可是我女朋友就叫瑶瑶 我说那对不起了 那今天就必须得 牺牲你女朋友了 今天我们对瑶瑶 就是要赶尽杀绝 因为我们女生 交起朋友来 就是这样 没有理智的 但是你们试过 和男生倾诉心事吗 我试过 有一次我失恋了 我就和一个男生朋友说 我说我失恋了 她跟别人跑了 然后那个男生朋友 跟我说 那也是没有办法 我一直就觉得 她很优秀的 你有点配不上她 我说拿你当朋友 才跟你说的 我说你别拿我当朋友了 拿我当个人吧 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就想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这些男的 一定要这样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还是因为你们啊 特别自信 就像我们女生 我们就知道 我们自己说的话不重要 没有人在意 除了朋友在意 没有人在意 所以我们就是 朋友怎么开心 我们就怎么说 但你们男生不一样啊 你们是世界的主角啊 你们永远站在世界的中心 你们说的每一句话 都特别重要 都是至理名言 都为这个世界 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所以你们会想说 啊 这个人只是单纯的 来找我倾诉心事的 不可能 他一定是想 从我身上学到一些什么 然后 你们就会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 教给他们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男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道道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 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 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 杨丽 你这样做会特别像 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 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赶紧我手里 就插一个小旗 准备随时说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 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 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你知道吗 我当时那个蓝色 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 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 是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扬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我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 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 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过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 这就是同道中人呐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我就是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 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且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 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的一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是质简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 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啊 开灯了 没人开灯了 我觉得杨姐 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说 我的衣服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好恐怖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拍照的时候随时都在说 哦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 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然后说 我一定要赢 我这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进半决赛吗 两季了 我终于进半决赛了 我这一季 也有点表现得太好了 从来都没输过 段子也很火 黑寡妇 但是我也因为这个段子 挨了很多骂 就是他们有人 很多人说 我在黑黑寡妇 你听听这话说的 你感觉我是个流氓 在调戏寡妇 我说黑黑寡妇 现在就是你提谁 就是黑谁 你知道黑寡妇 她就是一个电影形象 她都不存在 你提她都是黑她 提真人就更不行了 上一季我也挨骂 因为我也讲了一个段子 讲了一个偶像 抽烟的事 然后就有好多粉丝来骂我 就对我进行各种 诅咒啊 脏话 说我又老又土又丑 我就不依附数了 反正就是一些 我根本不在意的事情 然后还有人说 我人品不好 不在意别人的感受 没有底线 为人恶毒 我当时觉得 这些人这些年轻人 年龄不大 看人倒是还挺准的 其实我也没有 真的很想说这个事 我也觉得很无聊 但是因为就比到这儿了嘛 第九期了 我也是真的 有点不知道说啥了 我就想我去微博上 看看什么私信什么的 就有一条说 怎么 今年不靠黑我们弟弟 来博眼球了 看我以后我就觉得 也是个办法 与其姜在这儿 不如搏一搏 所以你们应该也看出来 我这个人人生 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你知道 我这个人说话做事 不光不留遗憾 我都不留余地 不就是死吗 我怕吗 我怕 死可太可怕了 你们死过吗 应该没有 我前一阵做了一个手术 很小的手术 但是因为你知道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我上一次做手术的时候 还是我一个礼拜前 整容的时候 没有 我没怎么做过手术 真的是很小的手术 我长了一个子宫内膜膝肉 就只要把它切了就好了 然后你就也没有任何后遗症 你整个人 也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但当时你知道 我的胆量 都不足以支撑到 听完医生 说完整个结论 他刚说 你的子宫里长了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 完了癌症 因为你知道 以我的性格 我的前半生 一定干过很多 值得报应的事 我就想 啊 有的时候真的不应该那样 我不应该在台上 这么说人家来着 我就开始回忆 我人生做的每一件错事 一件一件仔细地忏悔 然后这一天就过去了 然后我还跟你说 杨丽不能再忏悔了 再忏悔这辈子就过去了 毕竟可能你这辈子 也没剩几天了 然后我还想 我真的应该好好保证 我的身体来着 我不应该老出去喝酒 我现在才明白 那些老叫我喝酒的人 也不一定是喜欢我 可能单纯地 只是想害死我 最让我难受的是 我想到 以后再也没有人 听我说脱口秀了 我也没有人 我也不会出现在脱口秀里了 我只会出现在一些 各大公众号的 养生文章里 文章的标题 我都猜得到 应该就会叫 熬夜究竟有多伤身体 脱口秀黑寡妇 熬走别人之前 先熬走了自己 就是相比于 心疼我来说 大家更想在我的死亡上 总结出一些先进经验 但我发现 死好像也有好处 就是在你临死之前 你就解脱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在我误以为 自己得绝症那几天 是我人生中 过得最痛快的一个月 我说根本不过脑子 你知道吧 我想说啥就说啥 我朋友有的时候说 你这么说话 有点伤人了 我就说怎么呢 你会死吗 谁我都不放在眼里 连客户我都不在乎 客户说 杨丽我觉得你这个段子 有点不是很好笑 我说那你找找 你自己的原因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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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都觉得好笑 就你觉得不好笑 不好笑 别不好笑 别合作了呀 我的人生差你这点钱吗 我人生差的是一个奇迹 你有吗 但是因为 子宫内摩西肉 是一个有点妇可病 毕竟我还是一个少女 所以 我每次跟他们聊到 我的病情的时候 我都说得很模糊 也不是很明白 所以他们就只知道 我的肚子里长了一个东西 所以过了几天以后 虽然都在穿 我怀孕了 听说是Rock的 有些人甚至已经开始 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了 然后那个架势 我觉得哪怕我今天 得的是一个结石 这个结石取出来了 都会被他们强制地 命名为小Rock 对不起了Rock 我就是想赢 因为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就是我就明白了 人生都有可能随时遗憾离场 所以这个比赛 我一定不能遗憾离场 我想通了 虽然死亡 随时都可能降临 但我不能害怕 我一定要像我 永远不会死那样活着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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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